好 同学们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体 第二体首先我们要判断一下它这个体的内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式子 它是X圈无穷大的时候 它是一个真无穷大能量 对吧 然后后面这一块它也是一个真无穷大能量 而这一块它是取向于1的 所以整个题目它是一个无穷减无穷的内型 那么遇到这样的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想到的是把它换成0比0 或者说无穷比无穷的 好 就作为0比0 那么思路有了 我们就开始左手去处理这个题 我把这一块先插掉了 首先前面这一块最高的是一个三次的 因为它有根号码 最高是一个三次 后面这一个也是最高的是一个三次 那么好 那么就直接可以把X的三次方提出来 就变成了X的三次方 里面就变成了1加上X三次方 分子A 减去 1加上X分子1 加上X平方分子B 然后乘以一个 然后乘以一个 哎呀 乘以一个 1的 1的 负的X分子1 那么现在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倒代换 就是用T带TX 那么这就是等于 那么这就是等于 Lin T等于X分子1 这样的话 这个X的三次方 它就会变到分母上面去了 就等于LimitT 趋向于0正的时候 屏幕下一点 就变成了1加上AT的三次方 开更好 减去 1加上一个T 加上B T的平方 乘以1的负T之方 比上一个T的三次方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一块 是不是可以用一个这样的式子来代替呢 当X趋向于0的时候 它是不是可以增加于1分之1X 我们就要用这样一个式子 把这一块 进行一个等价物减小替换 刚好还差掉了 好 那么后面的一块 我们也要对它进行一个变形 怎样变形呢 等于LimitT 趋向于0正的时候 1加上AT的三次方 跑下减1 对吧 后面也要相应的减一个1 那么它变成了什么呢 1加上T加上BT的平方 好 减去一个E的T之方 然后再乘一个E的负T之方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你看就是后面减了一个加一个E 1加1往里边挪 就变成这样的式子 好 除以T的三次方 这个地方 就T趋向于0的时候 1的T之方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等价五秋小替换 它可以把它替换成什么呢 1加上T加上T加上2分之T的平方 加上一个6分之T的三次方 我们看 分母它是T的三次方 意思是什么 就是它是一个三阶的五秋小 然后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这一块 这一块 它也可以换成一个什么 也可以换成一个T的三阶的五秋小 是吧 我们再再看一下 它是不是可以换成 换成1分之1 AT的三次方 是吧 这可以转换成一个T的三次方 T的三阶的五秋小 这一块 好 所以我们后面再换的时候 只要换到三阶 就已经足够了 好 思路确定了 我们来做一下 这块就给它擦掉了 还有 等于Limit T趋向于零正的时候 前面这一块就变成什么 1分之1 AT的三次方 好 减去后面 1加上T加上T的平方 减去一个 这块是什么 1加上T加上2分之T的平方 加上一个6分之T的三次方 乘以一个E的负T 好 比上一个T的三次方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 这是不抵消掉的 这个T跟这个T也抵消掉了 好 我们现在看 分子 因为它最后我们得出来的结果 是整个式子的结果 只是多少 是3分之1 好 所以 我们知道就是分子跟分母 毕竟是 毕竟是同阶的 都为三阶的 这样得出来 才能得到一个非零的常数 所以 出现像这种 这种2阶的 出现像这种2阶的 2阶的 怎么办 它必然是2的相抵消了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什么 B减1分之1 这个式子 它是等于0的 2是可以相抵消的 好 所以我们就得出了 B是对比1分之1的 是吧 好 抵消以后 这样再看 它就等于一个什么 0米扯T趋向于0正 分子上面就变成了什么 2分之1 AT的三次方 那么后面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一个 来我们看 价子减啊 这个两个减号数 变成负负的 这样对 6分之1 T的三次方 然后比上1的三次方 那么这一块 1的负T次方去哪的 T趋向0的时候 1的负T次方 它是不是趋向于1啊 所以它就直接 传到里面去了 所以最后这个式子 就得了什么 就等于 就等于一个 1分之1 A加上1分之1 我们知道它是对于什么呢 它等于1分之1 所以解的 解的 A是等于 1分之1的 B等于2分之1 之前就已经得到了 所以这个式子就解完了 喂 喂 听得到我说话吗 好 我这耳朵里边没有听到 喂 喂 听得到我说话吗 好 我这耳朵里边没有听到 喂 我 听得到我说的 感谢观看